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有酒跟水混合若干公升 酒佔75% 那水就是佔0.25% 現在加入25公升的水 這個給他加25公升的水 只要酒佔60% 所以60%就是0.6 60%就是0.6等於什麼 等於原來的酒加水 我加上是x 這個酒加水是x 那這樣的話 9就是x 乘以0.75 這個全部 全部的話 現在多少呢 現在是酒加水是x 再加多少 再加25公升 這個是原來的酒 酒加水全部是x 乘以75% 這是酒 除以後來的所有體積 後來原來是酒加水是x 現在加入25公升的水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x算出來 完成過去 就0.6x 加上多少呢 630 25乘以0.6 630 13 15 這是15 這是0.75x 好 那就0.15 只有這個移過來 就0.15x 等於多少 等於15 也就是x的等於多少 等於100 一個x100 一個x100 好 我看喔 喔 他是加入20公升而已 我這裡寫錯了 加入20公升 這只有20公升而已 我這裡算錯了 好 那 0.6加多少呢 620 12 這裡只有12而已 12 那 這個是12 所以是多少呢 所以是1200 1200 要除以15 那 約掉 這個 3515 3412 400 那 這樣有多少 515 840 80 所以原來的 酒加水是80公升 那 酒的話是多少 9的話就是80 乘以呢 75% 這是0.75 0.75 0.75就是4分之3 這是9 4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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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60 這是9 9 9 有60 9 60 6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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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